有时候,分析股市,要完全不追新闻,单照常识和基本理论去推断,家因有时越听消息,越不准确,贸易战的情况便是这样。 上周我说过,特朗普是以成功连任为最大目标,因此他的最佳策略,是在选举之前,才敲定协议,营造利好气氛,因此我早在三月以判断,谈判必然再有反复,但是中国的最佳策略呢,有报道说,他是希望特朗普不能连任,大错特错,是想想,如果在特朗普的任期中,没达成协议,下任总统上台, 在非又要重新谈判,所以,中国的最佳策略,反而是趁着特朗普连任竞选在职,急于谈判有成,才能争取到最有利条件,因而中国才会在此时出招,然而,侵侵也非省油的灯,看出了中国的计谋,反而摆出了不惜一切,玉石区分的格局,另一条问题是,股市将回调至哪个点数,对此。 我炒股当年,得出的经验是看指数走势远比追新闻更准确,以先前的升幅来看,回调至26,500至27,500之间。 适合理数字,大约会在这波幅范围维持个零月左右。